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2021-2022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中 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同牌得主高婷宇 以33.83秒刷新他个人保持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全国记录 创造了目前为止本赛季速度滑冰男子500米世界最好成绩 这一成绩也是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第三好成绩